五级八都区民主党候选人徐顺权对李显龙总理指他虚伪 允许党员在竞选集会上炮轰王金发做出了回应 徐顺权表示已经严正告知党内成员不准再提王金发事件 徐顺权还表示他也可以炒作李伟林医生批评总理的课题 但他始终都没有这么做因为他不希望涉及这样的政治 请不吝点赞 订阅